我們接下來要展示的是 就是 蜂鳴器 我們接下來會使用到就是 如何去讓這個蜂鳴器 無緣蜂鳴器發出聲音 那現在我們會拿出兩條 公對母的線 那這邊就是 因為是一起的 所以就不做拆開的動作 這樣比較 後面會比較好整理 然後一樣再 拿出另外兩條 總共是四條公對母的線 然後各自把它 就是標分開 然後之後再拿出兩個牌針 牌針是這個東西 然後 先把這兩個牌針呢 接在其中一條就是 公對母的上面 把它插進去就好了 OK 然後呢 現在我們先來接就是 D1 mini跟 就是我們的麵包板 那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D1 mini上面是有編號的 可是 就是 它的 晶片裡面的編號啊 其實跟上面的 就是D1 mini上面顯示的編號 會 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去 查網路就可以找到 相關的資料 那我們這邊就不用再 多做解釋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先來接這個 D1 mini的麵包板 我們先接這個 黑線 這邊的線是有分別 所以大家接的時候 就自己記得 就哪條線要對哪條線 那我先 這邊先接黑線 黑線接在 就是D1 mini上面的 狙角位 然後 白線的話 要接在5V這裡 這裡要接的是 5V的電位 OK OK 那接好之後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 接著再接另外一邊 那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 一邊正極一邊負極 一個是要通電而已 然後 我們的話 把它接 黑線的話 要接在 就是負極的 第一個 然後 白線要接在正極的第一個 像是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插下去 那這樣子呢 就是我們的 D1 mini跟麵包板的 接口就好了 那接下來要接的是 就是 蜂鳴器的部分 那蜂鳴器的話 就是我們前面的設定 是在這裡嘛 然後它這邊 只是兩個 針腳有突出來 那我們就把這個線 接上去 這邊的話就 沒有分說 我是那個 哪一條線 跟哪一條線了 那就是穩穩的接上去就好 把它插到底 然後 這樣子 另外一邊的話 我們 把一個接到 負極上面 然後一個要接到 就是 D1 mini上面 所以我們 紫色的話 把它接到 D8 D8 找一下D8 這裡 紫色的話 把它接到D8 然後 然後 藍色的把它接到 負極的第9格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 你接到哪一條 就是 主要是你後面 電腦程式在 寫的時候 要分清楚就好了 那 同學就是 久了之後就會知道 怎麼樣去做設定 OK OK 那這邊就是我們接線的部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寫的第一程式 就是 如何讓我們的 無緣封名器 能夠輸出一段 小蜜蜂的音樂 好 那首先呢 我們現在寫的是 Python程式 那我們要連接到 我們的D1 mini上面 我們需要的是 去 告訴電腦 我現在連接的 pin好 就是我接在D1 mini上 接到了哪一個 是要去控制到 負極器的 那我們這邊會用到 一個 machine的套件 大概是 我們在 Python裡面要使用到 這個machine的套件的話 但是要 from 這個 machine 然後 去 import 在這個machine的韓式庫裡面 import pin跟pwn 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寫呢 我們現在 先 需要給他一個變數 那我們這邊給他 這個東西 然後 要先告訴他 我們在 D1 mini上面 後面的 孔 是哪一個 那我們接的是 12pin 然後這個後面呢 我們要去設定的是 PWM的工作週期 那它可以去控制到 無菸蜂蜂蜂蜂的音量 這個參數值呢 是 0到 1023之間 那我們這邊設為 512 512 就是 50%那 它這邊會最大聲 那如果我們這邊設0的話 它的蜂蜂蜂蜂蜂蜂蜂不 care 就會毡沒有聲 stunning 那接下來 大家要知道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 讓蜂蜂蜂裡 發聲 前面有講過 就是 蜂蜂蜂蜂要發聲的話 我們要 控制它的頻率 變化 讓它輸出到 revise we taking the velocity 然後使用程式 能夠讓他 就是 中間進行挺頓 所謂的sleep 那我們先寫 這個 週期 就是頻率的部分 我們一樣使用到這個拼腳的變數 它現在就是在這邊就是我們的封鳴器的代表 那頻率在這裡的韓式叫FREQ 然後呢在那個 合原封鳴器裡面啊 我們每一個像我們常知道的DOREME的發音啊 都有各自的頻率能夠去讓封鳴器唱出這個聲音 那我們這邊先設一個261 261就是DOR的意思在這裡 那我們就是基本上一個音階啊 它就要配一個停頓點 讓電腦可以去就是在唱完這個音的時候停頓一下 那我們要使用到停頓的話 我們要再INPORT一個韓式庫叫Tine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使用到看一點Sleep 就是Sleep就是睡覺嘛 那這邊就是停頓的意思 那設0.5秒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基本最簡單的一個 能夠讓我們封鳴器發生的一個程式 那如果執行這個程式的話 它會就是發出一個DOR的音 然後就停止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封鳴器是可以無線循環的呢 我們要使用到一個韓式叫做Wild 我們這邊先把弄掉 Wild 同學們如果有寫過韓式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Wild就是當我符合後面這個條件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執行 那想當然了我們如果執行這個程式的話 我們只要沒有另外去設定這個FALSE的話 True就是我符合它 我就會一直執行嘛 那這個就等於是一個無窮迴缺的意思 那我們一樣把剛才的這個貼到裡面 那記得Python裡面就是這個推行是很重要的 它是使用到就是前面這個空格Table去判斷 我現在這個韓式它對屬於的位置是哪裡 那我們現在就寫一段小蜜蜂的音樂出來 那因為我們是一首連貫的音樂啊 然後所以我們這個Slipper的就是停頓點 應該到底要說是一樣的 那如果就是讓它不一樣的話 就是會變成可能有的是長音啊 然後短音類似這樣的感覺 所以停的點會比較多 那因為呢我們就是每一首歌裡面 它不可能就是平穩的這樣子下去嘛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有不一樣的停頓點 那這邊再跟同學說一個比較簡單的寫法 就是我們Ti.Slipper裡面這個0.5啊 其實可以把它省略成0.5 0.5就是0.5的意思 那這個是陳詩惠自動去判定的 那我們繼續 那像我這邊如果打到1點的話 意思就是1秒的意思 OK 那我們這個程式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先隨便給它一個名字 叫去做儲存 那我們接上我們的就是D1-mini 然後一樣我們在Tools這邊去做選擇 然後一樣我們在Tools這邊去做選擇 靠7 OK 基本上你看連接成功之後 下面就會跳這個MicroPython的字樣嘛 那我們如果選擇執行 它就是會在我們的蜂鳴器上面發聲 那我們接下來要執行一次 那個我們前面有打的那個蜂鳴器音樂 讓大家看看就是成果 那現在我把這個放在這裡 那現在我把這個放在這裡 蜂鳴器是在這裡 那它現在聲音就是從這裡裡面發出來的 然後透過我們上面寫的那個 Wild True的函式啊 它就會像這樣子一直重複我們剛才 就是輸入的那一段小蜜蜂 那因為我們裡面是沒有寫就是 停止的Function的 所以它現在會一直執行是正常的 那這邊就是我們關於這個 蜂鳴器音樂盒的Demo